嘿大家好,歡迎回到MarkTV 今天我們要來看的是你眼前這個東西 它不是Transformers,不是變形金剛 這才是Transformers,Optimus 我說過它會站在旁邊嗎? 好,Optimus休息一下 其實這集是一個預告片 是要跟各位預告一下 以後呢可能會有像LEGO這樣子的 一些交通工具有關LEGO的一些東西的介紹 那首先呢我必須把攝影機架高一下 但似乎有點太高 好吧,我抓著 這是LEGO 這是我自己在家裡 就是LEGO的箱子裡面 有一些小型的零件 所以我就把它拼一拼就變成這個樣子 一個類似像達爾文號這樣子的偵測車 上面可以轉一個零件 一些就是余下的零件 顏色不太好看 因為我沒有所謂就是 任何一個顏色放一堆 任何一個顏色放一堆 我只是找到零件就拼 找到零件就拼 就這樣 那我還有做另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抱歉 拿遠一點好了 旁邊是一些場景 好 大約高度是這個樣子 高度呢 我們請Optimus過來一下 還是我們請 可口可樂的罐子 來 它的高度呢 如果以 上面一點點來看的話 可口可樂是高過它 它沒有比可口可樂高 好 可是長度呢 就非同小可 這個 這個成語不知道用的對不對 所以 各位請見諒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長度吧 可口可樂 的罐子 它比可口可樂長了將近一倍 有一倍嗎 沒有 好 罐子 休息一下 好 這個預告片是想跟各位說 有一個小朋友 他就是 那個望遠鏡的變形金剛的那個主人 他 想要 做一些有關 LEGO的一些影片 還有一些像 史前公園一些 公司有個卡 公共電視有個 不是卡通 一個 一個影集 他演的是 一群研究恐龍 一些史前生物 研究者 他們 發現有一種 時空機 可以把自己 和一些東西 傳回恐龍的那個時代 他們打算把 一些恐龍 就是 帶回現代來研究 那 他們想要這樣子做 那 他們的一些 就是 捕捉恐龍的經過 和一些介紹 都在 史前公園的那一部影集 有演出來 那當然這不是真的 但是 是真人演出 那 那個小朋友想要用 LEGO 和 Dinosaur 恐龍的玩具 來做一些 介紹跟 像一些戲劇 就是這樣 那 這一部我做的這部是 裝甲車 他的 我拿起來給各位看好 他的 後方有個 很像大炮的東西 後面有個很像機器人東西 類似 噴火器的一些東西 還有 前方 有個小洞 各位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個小洞有個好處 怎麼說呢 待會各位就知道了 這個電子 OK Optimus 把他的腳 扣起來 他能夠放進這個小洞 很好 Optimus 可以在這個 車子裡面 做一些 戰鬥的時候 發射子彈一些事情 那其實這一部裝甲車呢 只是一個 小小小型的武器而已 他的前方 有個 這樣子的扣子 能夠跟這個 剛才介紹過 這個 車子合體 這是我自己的創意 我要跟老蕭 我不跟老蕭搶飯玩 現在開始專注於介紹一些 除了Transformer的 變形過程以外 一些 其他的玩具的一些 介紹 從下面 這下面有兩個洞 這裡有個洞 這兩邊都有個洞 這裡跟這邊 然後 配合上面這兩顆銀色的 拉起來 裝進去 OK 然後前面呢 就有一個類似像 車頭的東西 它的長度 現在就很長了 當然還有一塊沒有裝上去 就是後面這一塊 賽車的後面這個 不是賽車 偵察車 後面這個 跟上面這裡 其實要裝 要裝在 這裡也可以 要裝在這上面這個也可以 但是我喜歡裝在這裡 因為呢 有固定 它不跟 後面裝甲車分開的效果 好 那我裝起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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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子 OK 一部裝甲車 前面有個 導航的東西 Optimus在裡面 它的高度 還是沒有超過一個 一個可樂的罐子 這麼高 但是呢 它的長度 就足足比可樂長了快 對 兩 大概兩個可樂的長 兩個可樂罐子的長度 好 那這就是這一集 MockTV的介紹 以及一些預告 的小型 好 好